记者曾文荣台北报道 随即在原配,宏子之计,儿子傅俊浩夫妇,及前儿子李叔全培同下,冲楼走进死亡屋,她是前主播刘沙群与傅达人私交善赌,她悲伤透露,在前天还接到傅达人电话,听她做最后道别,剧中时电几报报道,傅达人前天主动,致电刘沙群,语气虚弱, 但勇敢向她道别下去,我要走了,刘沙群坦言,她听完后顿时悲痛鼻酸,那么熟悉的人,跟我说我要走了,我怎么承受的了,但她深知傅达人一心希望用自己的案例,凸显台湾安乐死法案通过的必要性,傅达人开始被推动安乐死法案奔走时,起初回想不打, 要拉刘沙群心急,替她发生,逐渐引起关注,刘沙群感叹,前天在电话中对傅达人说,我的老长官,我希望你好好活住,但也只能选择尊重她的决定,自由电子报关心,淫自杀不能解决问题, 勇敢求救并非弱者,社会除处有温暖,一定能度过难关,傅达人经执行安乐死,白色自傅达人脸书,傅达人日前致电流善群告别,白色自佛光大学网页 Zither Harp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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